大家好,英國人就出了名喜歡狗的 連在交通工具都可以帶動物上去 那究竟在英國晉身的寵物美容是否很容易呢? 根據香港近年的統計,大藥貓狗的數量是有40萬隻 而英國只是狗隻的數量已經有900萬隻 相比之下,英國狗隻的數量是多於香港很多的 那寵物美容在英國是否一定會很成功呢? 那是未必的,因為英國人自養貓狗的方法和香港很不同 如果想在英國做寵物美容成功的話 就一定要了解一下英國人自養貓狗的心態 我知道很多想持BNO移民的朋友 都會和自己的寵物一起移民過來英國 而且很多愛狗的人士都很有興趣投身這個寵物美容行業 所以我今天就請了一位在香港從事了20多年寵物美容師來接受訪問 她移民了來英國之後,就在倫敦開始了一間亞洲式的寵物美容店 有請Yvonne跟大家說一下英國寵物美容的行程 Yvonne,你覺得英國人是否很疼貓和狗? 我覺得英國人愛吃貓狗的方式和香港很不同 英國人是很少獨留狗在家裡的 如果要上班,有部分主人不會帶狗去日託的地方 又或者邀請Dogwalker去他們家帶狗出去散步 而住在英國的歐洲人,每逢暑假都會帶狗回歐洲探餐 英國人是不會將狗仔混入狗籠裡 就算是,都是作幼犬的訓練 又或者只是用來睡覺而已 那麼英國狗的品種是否特別純正呢? 我可以說大部分英國人是不會介意養混種狗的 而且混種狗比例都佔很多 但如果純種狗的話 就要看看他有沒有英國狗會所出的證書 我們叫他做Casey Register,Canel Club的出生子 不過英國的混種狗有時比純種狗更貴 這一點都挺有趣的 在英國要成為一個寵物美容師,是否很困難呢? 我相信無論在哪個國家又或者哪個地方 要成為一個寵物美容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相對寵物美容經驗,比做到一個很漂亮的狗髮型更加重要 因為香港很多時學習節目的時候 都是用假的狗,又或者很乖的model 所以如果實際要面對有性格 又或者比較難處理的狗 經驗足夠就非常困難了 不過我相信可以由Dog Grooming Assistant 寵物美容助理開始做起 比較適合想投身寵物美容的朋友 如果在英國要做寵物美容師 有什麼證書才可以做? 其實在英國做寵物美容 跟香港一樣是不需要牌照就可以做到 只不過香港經常說的台灣又或者日本 分了C牌、B牌和A牌 是主要分別出學習寵物美容師所得的認可 C牌就像初級一樣 具備了最基本的寵物美容 例如洗澡和簡單的造型 B牌就相應是中級 技術要比較熟練 而且可以做到一些美觀的造型 A牌相對是高級 要求最少有一個參展的造型 英國的寵物美容師主要考City & Guilds的證書 不過對我而言 考展模不是問題 考英文筆試才是問題 不過如果你在香港就算沒有任何證書 但有一連相關的經驗 我相信亞洲式寵物美容的技術 英國人都很認同 那如果有這些台灣牌或者日本牌的話 在英國做寵物美容師 是否比較容易找工作呢 我建議如果你想找寵物美容師 又或者寵物美容助理的工作 最重要是將你所修剪九隻的髮型相片 連同相關的經驗 以及所持有的證書 一起email 又或者網上apply份工作 大家可以放心 亞洲式的展法在歐美是相當受歡迎的 那做寵物美容師人工大概有多少 英國是有最低工資 亦是按年齡去分 而且每年有指定的家福 不同地區收入亦有所出入 我用倫敦來計 一個有經驗的寵物美容師 時薪大約10至12磅左右 而一般美容師助理 有8磅2至9磅左右 一星期工作5天 每天8小時計算 寵物美容助理 是會有1440磅左右 而寵物美容師每月 大概有1920磅左右 不過還未扣稅 當然收入越多 扣稅就越多了 嘩 如果做了一段時間有很多經驗的話 是不是自己開店好過打工呢? 如果你有3年以上寵物美容經驗 我也鼓勵你自己開店 不過英國的智咒和辦事的方式都跟香港很不同 就算你找到店鋪 亦需要跟Tanzo申請改變店鋪的用途 你亦可能要先租住鋪 再日子申請 但租鋪最少有5年合約 那如果不租鋪 好像你以前這樣 在香港做上本寵物美容 又有沒有得做? 是可以的 不過如果你有寵物美容經驗 我都建議你開店 英國做寵物美容其實有幾個形式 有mobile door groomer 拿著寵物美容車去客人家 拍客人家門口 然後客人就把狗帶上車上剪帽 電那方面 不是每個客人都喜歡你插電進去家 因為英國電費貴 所以主人寧願找一架 車裡面是有內置電池的 而且要改一張貨van 成為寵物美容車 費用亦不少 更加要面對路面的塞車 另一個方法 就是上門美容 做法好像香港上門寵物美容一樣 帶齊工具去客人家 幫他們的小狗展模 不過英國地方大 很多不同人種 對我來說 不是太安全的做法 另一個做法 就是在家裡自己的花園 是一間小屋 設計成一個小型的寵物美容店 當然首先要一間屋屬於自己 也要問Council 是否需要申請任何牌照 其實一般是可以的 只不過每區的Council有出入 問了就會好些了 不過 給我不會就在家做生意 畢竟懷人是賊人的主要目標 如果公開自己的地址 也有客人出入 這樣危險性就增加了 總括來說 如果經驗不足 可以找寵物美容助理的工作 如果經驗足夠 不妨自己開店 英國的狗品種 確實是有很多種 如果要入行或者開店 可以在英國找一些課程去報讀 又或者自己再了解更多 今天很多謝 Yvonne 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她的資訊 幫到有興趣晉身草物美容業的朋友 拜拜